女儿国历险的故事 师徒四人日夜赶路 这天来到了一条小河边 唐僧和八戒有些口渴 见河水清澈见底 两人于是忍不住喝了几口 喝完水后 师徒几人就开始为要怎么过河发起愁来 这时候一位老婆婆摇着船从芦苇荡里出来 几人连忙招手请婆婆帮忙 终于顺利的去到了河对岸 可刚上岸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唐僧的肚子突然间就痛了起来 八戒也开始疼得嗷嗷大叫 百度的老婆婆一问缘由 立即哈哈大笑起来 恭喜两位师傅 你们这是要生小娃娃了 四人一听都感到莫名其妙 原来啊 唐僧和八戒喝水的那条河 是女儿国的子母河 这女儿国呀 只有女人没有男人 女孩们长到二十岁 要是想生小娃娃 就到子母河喝口水 三天后就能生下一个女儿 唐僧听完 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催着悟空赶紧想办法 老婆婆也不逗他们了 告诉师徒四人说 借阳山聚仙庵 有一眼落胎拳 喝下之后就不会生娃娃了 悟空听完 赶紧飞去那里取泉水 他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让唐僧和八戒喝上 过了一会儿 两人的肚子果然不疼了 啊 师徒几人终于松了口气 不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刚才的遭遇只不过是开始而已 第二天 他们入城面见了女儿国的国王 谁知 这女王见唐僧长得俊俏 竟然喜欢上了唐僧 还坚持要招他为序 只答应放悟空几个 出城取经 唐僧连连白手拒绝 可女王就是不肯放人 悟空见了 忍不住想逗逗唐僧 于是弹开双手 装作无奈地说 师父 我看女王挺好的 不如你留在这里 当国王算了 唐僧气的转身就走 悟空急忙解释 师父别生气 我开玩笑的 咱们先假意答应女王 等顺利出城后 再和他说清楚也不迟呀 听完悟空的一番话 唐僧的脸色才渐渐好起来 就这样 师徒几个商量好对策 然后假装同意了这门婚事 女王知道唐僧答应后 高兴得大败宴席 宴会上 几个徒弟放开肚皮 大吃大喝 吃饱喝足了 悟空悄悄给八戒 使了个眼色 八戒忙笑嘻嘻地 对女王说道 师娘 现在咱们也吃饱了 得赶紧上路 还请批准我们出城吧 女王一听八戒叫自己师娘 笑得更开心了 二话不说 就在他们的公文上盖下了印章 等宴会结束后 他陪唐僧一起送八戒他们出城门 不过刚出城门 唐僧就向女王告别 说自己要去西天取经 女王这才反应过来 他急忙拉住唐僧 谁知这时 一股黑风大作 卷得尘土飞扬 大家都被风沙 吹得睁不开眼睛 只听见空中传来一阵女子的尖笑声 等到狂风消散 大家睁眼一瞧 哪里还有唐僧的踪影啊 三个徒弟马上反应过来 知道是妖怪带走了师父 于是四处搜寻妖怪的踪迹 很快 他们就在悬崖下找到了一个山洞 上面写着独敌山琵琶洞 悟空赶紧变成一只大黄蜂 先飞进去探查情况 他见师父果然在这 不过脸色蜡黄 像是中毒了一样 有一个女妖 凑到唐僧身边 正弹着琵琶唱歌给他听 悟空担心女妖会对师父不利 马上现出了原形 和他打了起来 那女妖转身一躲 从鼻子里喷出黑火 见黑火不能伤悟空分毫 他又使出一柄三股钢叉 和悟空对战 悟空边打边退 将女妖引出洞外 八戒沙僧看见了 立马上前帮忙 女妖见自己打不过三人 又从嘴里喷出浓烟 趁着悟空什么也看不清 他从身后伸出一条 又粗又黑的蝎子尾巴 猛地扎向悟空的脑袋 八戒和沙僧来不及阻拦 就看见悟空抱着脑袋直喊疼 手中的金箍棒也哐嚷一声掉在地上 那女妖得意地仰头大笑 你算什么东西 我的毒刺厉害着呢 就算是佛祖也难我没办法 说完他就甩着尾巴 洋洋得意地回了山洞 恰好在这时候 观音菩萨赶来了 他向大家解释说 这女妖是个蝎子精 尾巴使出一招 道马独装 扎得人又痛又肿 连佛祖也奈何不了 悟空他们又想降服他 得去请天上的某日星官帮忙 悟空听完 顾不得脑袋的疼痛 立即飞上了九重天 将某日星官请到了琵琶洞 嘿 这某日星官果然厉害 只见他对着悟空吹了一口仙气 悟空的脑袋一下子就不疼了 某日星官开口说道 大圣 还请将女妖引出来 我自有办法想他 悟空点头答应 随后就和八戒闯进洞里 想办法把女妖引了出来 这时 某日星官站在高坡上 一见到那女妖 立马变成了大公鸡的模样 这只大公鸡啊 约有六七尺高 一双眼睛生得炯炯有神 只见它张开五彩羽翼 伸长脖子 仰天提鸣 原谅的鸡鸣声 顿时响彻方圆无礼 女妖一听 身子顿时颤抖起来 她还来不及躲回洞里 却现出了蝎子的原形 大公鸡又长鸣一声 只见那蝎子 向前晃晃悠悠的爬了几步 随后脑袋一歪 就重重的倒在了坡前 悟空急忙败谢某日星官 然后带着八戒 沙僧救出了师父 好了 女儿国历险的故事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是皮皮小讲堂的时间 大家还记得 故事里蝎子晶在洞里弹琵琶的情节吗 说起琵琶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这琵琶呀 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弹波乐器 它大多都用木头制成的 上面还装了四根琴弦 远看啊 就像一个大梨子 人们通常用左手按住琴弦 右手来弹奏琵琶 弹琵琶的学问可不小呢 右手弹波的技法不同 名称也不一样哦 如果是右手向前弹 那就叫做皮 如果是右手往后挑 那就叫做爬 是不是很有趣呢 好了 接下来 师徒几人又会有怎样的故事 他们能不能顺利地渡过难关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哦